中国恒大集团17号在纽约曼哈顿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按照美国破产法第15章的破产程序 非美国企业可以运用破产法来阻挡债权人提高或扣押在美资产 独透社报道恒大试图争取更多时间 中国其实有很多企业它现在遇到了一些债务危机 它的战场反而是在美国的司法体系 那这个是一个相当吊诡而且相当荒谬的事情 不过恒大这个事情也不会是第一个发生 接下来可能其他的破产的 激临破产的这个房企 还有深受这个债务困境的一些大型企业 有可能也都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恒大先前发行超过200亿美元的境外美元债券 投资人能否追偿成为大问题 诺涛社彭博新闻CNN等媒体报道 恒大集团大量借款于2021年出现债务违约 引发中国房地产业陷入大规模危机 华尔街日报分析恒大债务重组难度极高 根据恒大公布资料 2021年和2022年合计亏损多达5819亿人民币 截至去年底总债务达到2.437兆人民币 政经观察家吴亦军认为恒大申请破产 中国地产风暴可能才刚开始 最终的这个消费者来讲 或者说对于这个 投入这个恒大的房产的投资人 或者说真的买房子的这些业主来讲 其实他的权益是摆在相对是比较后面的 中共到底在这个阶段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因为感觉上官方都是躺平的情况 那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也要特别的关注 多交中国地产业财务早已亮起红灯 吴亦军指出紧邻对岸的台湾 也必须预防中国可能出现的 经济崩溃冲击 积极备案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伟 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